总统蔡英文在路灯上外媒报道 美国杂志外交家 5月最新一期就以总统蔡英文为封面人物 用国旗当作背景 美国杂志对于总统未来四年的政策规划 以及520内阁改组相当有兴趣 而根据了解目前防疫优先 因此内阁人士以稳定为主 520的内阁改组只会小幅度的人事异动 2019年孙苑昌临危寿命 担任行政院长表现亮眼 520后书魁确定继续接掌行政院 总统蔡英文第二任任期 人士内阁改组 外界最关注的是与总统秦桐姐妹的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动向 非常感谢蔡总统对我的信任 能够邀请我加入总统府这个行列 一度传出陈菊可能转往监察院 但花妈博士传闻要外界不要欧北共 推测陈菊留任机会大 倒是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 可能有异动 而总统职权的部分包含外交 现任部长吴钊燮 台美关系上着力甚深 留任机会大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有机会留任 但国防部长颜德发 传可能接上退辅会 而接任的国防部长人选之一是他 邱国珍笑容引发外界联想 除了邱国珍之外 内阁可能异动的被点名 还包含了文化部长郑立军 还有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不过总统要外界稍微再等一下 现在越来越多人在 议策吧 这个人事的布局 至于这个520相关的人事 到了确定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或者行政院长 会跟大家来报告 在这个期间 我们还是来专心防疫 根据了解520内阁改组 只会小幅度的人事异动 毕竟疫情还没结束 内阁人事仍旧以稳定 为首要目标 东西新闻 中江小时段 在台北报道